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普的精心谋划 参与神桥兵变的军队迅速地统一了思想 举起了忠孝仁义替天行道这面大旗 尤其在经过赵空印 道貌案人的三讯三辞之后 一支应该主帅主导的军事叛乱军队 竟然转化为军心所向的正义之时 这一切都与赵普的出色谋略是分不开的 但是军权的控制仅仅是一方面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 黄袍加深的赵空印 对前朝遗老遗少们的处理 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挨出其道的赵普 他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 让前朝的文武百官沉浮于赵空印呢 反过来看 面对赵空印的陈巧兵变 以周少主为首的前朝集团 真的会乖乖地束手就行吗 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宋名相赵普第四集 让外安内出其招 我们说陈巧兵变发生后 赵普的主要工作呢 是要做善后工作 善后工作要处理呢 几大问题 第一个 皇后少帝如何安置 第二 宰相北官如何安置 第三呢 是几位死去的人怎么安置 比如说寒通 还有呢 陈巧门的两位小将军 陆将军和乔将军 怎么安置 第四呢 在京城外发动叛乱的 李云叛军和李崇敬叛军 支脸之叛军如何镇压 所以表面上看 陈巧兵变成功了 实际上后世还是非常多的 这些上我们经常说的 你打破一个国家容易 建设一个国家 这个难度更大 那么在做这个善后工作的时候 这个赵普 这样一个经常办事让人 非以所思 出人意料的人 又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 出人意料的举动呢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举动 那么就是赵匡应 在陈巧兵变的时候 我们想到他应该 正常的他应该做的工作是 迅速封锁消息 大军马上杀相开封 十月围城 兵临城下 但是奇怪的是 赵匡应没有这么做 而是叫来 手下的将军叫潘美 也就是杨家将当中那位 潘人美 就是大奸臣潘人美 说你去通报 宰相范志 说我们这兵变了 这个举动 我们当时一看 我们觉得赵匡应 是不是喝酒还没喝醒啊 还是得以忘形啊 你这不是找仇吗 这不是找着朝廷来镇压你吗 这个事情 让人想不通 非以所思 这个是叛变的一方 那么第二件 让人想不通的奇怪的事 是朝廷一方 我们说 潘美来了朝廷 告诉了宰相 说陈桥兵变了 陈桥 离开封 只有二十公里 赵匡应的骑兵 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京城 赵匡应给宰相 范志他们提供的反应的时间 只有半个小时 那么宰相 作为全国的一把手 他应该马上就会 度质几个措施 第一 官首四个城门 第二 派大军控制要害部门 是吧 第三 发布传习天下 秦王回师 可是事实却不是这么回事 范志接到了政变的通知 他居然和这个另外一个宰相 王福 两个人手拉手去见了傅太后 这个傅太后又不是老太后 这个大的傅太后已经死了 后来周世宗娶了一个年轻的 太后的姐姐刚刚立为皇后 又没有任何处理政治事物的经验 你去汇报她 最后这个太后能有什么结果呢 哭哭啼啼地说我能怎么办呢 只要能保住我们固埃寡摩的命就算了 没有结果 好 范志和王福这两位宰相又回到朝廷 商量着怎么办 结果也没怎么办 也没看到 这是第二件非常奇怪的事 朝廷怎么会这么样应对 这样一次大的政变呢 第三件奇怪的事是什么呢 是居然这个宰相王福 带头给赵匡胤叩拜 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赵匡胤发动叛变以后 回到京城 就在他的殿前寺的衙门里面 敲起二郎腿 按照惯例 按照以前这个政变的惯例 等着北官来朝拜 士兵就压着北官 像赶鸭子一样 赶到了赵匡胤的这个衙门 这个时候范志来了 赵匡胤一看到范志来了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 我愧啊 我对不起周世宗啊 不是我干的 都是这些士兵干的 他们逼我啊 我不干他们要杀了我啊 这个范志 他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啊 几桃的宰相了 他就站在那也不知道 赵匡胤的葫芦 你卖的是什么药呢 心想你是要立刻做皇帝 还是学习周太祖 郭威皇帝 先垂年天正 携天子以令诸侯 过两年再做皇帝 还是什么想法呢 他正在琢磨着呢 天下的那些士兵 都露出了兵刃拔出了宝剑 我们今天就要立天子 范志一听 那简直比郭威还要狠啊 今天就要做天子 他正在一个人在着琢磨呢 突然听到身后 哗 一声声清脆的磕头声 然后 吴皇万岁 万万岁 等他一回头一看 宰相王府已经带领北官 头如捣蒜的一样 再给赵匡胤磕头呢 自己傻乎乎的 经济独立 带入木鸡地站在这儿 很是尴尬 他左看看右看看 也没办法呀 只能也随着大众跪下了 这样三件事情 这么奇怪的三件事情 让我们非常诧异啊 一个国家 一个王朝 这么样对待一次政变 陈桥兵变发生后 敌对双方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那么在一系列离奇行动的背后 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内幕和原因呢 敬请收看大宋名乡赵浦 第四集 让外安内出奇招 在平常人看来 陈桥兵变一呼百应 应该迅速进攻 不能留给敌人反应的事件 但是赵匡胤却派出官员 通告后州朝廷 自己反叛的消息 巧合的是 后州朝廷在得知消息后 也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的举动 而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 更意外的是 后州朝廷宰相 竟然携百官主动称臣 这一切似乎有些不太真实 马茂军教授认为 这些一定不是巧合 而是赵浦精心谋划的结果 那么在那个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的时刻 赵浦到底使出了何种计策 将这惊心动魄的政权更迭大战 转瞬间化为了和平接收呢 后来我们一去查史料 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史书上说 这个宰相王福 他老瓜很灵 他已经叫应孝成款 就是说暗地里已经 表示效忠赵匡应了 那么另外一位宰相 威仁甫呢 威仁甫和赵匡应 他们本来就是亲家关系 这要说起来 赵匡应的母亲 杜太后是非常善于 搞政治 情商非常高的一个人 在威仁甫当宰相的时候 杜太后 去宰相家拜访啊 一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小屁孩 他马上说 你这个小孩长得聪明啊 将来毕成大器啊 我们结为亲家吧 扯上了这个政治联姻的关系 所以通过这两条材料 我们就发现 范职为什么没有立刻采取行动 三大宰相 有两个跟赵匡应的关系 这么密切 你让范职怎么采取行动啊 所以我们后来很多史书 批评范职 骂范职 我想范职呢 心里面一定也觉得很冤 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 这三个充满疑云的事情 就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赵匡应派潘美来到朝廷 难道仅仅是通报政变的 这样一件事情吗 可能没这么简单 我想这个潘美 她来带的一定 是一个优待的条款 手中拿着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 叫做周庭优待条款 这个优待条款当中 就是赵匡应说的那个几句话 太后少帝不要去骚扰 物质待遇不变 北官官服原位 待遇不变 老百姓 保持安定 不要去骚扰老百姓 所以呢 有了这样的条款 我们想一想 这个潘美带着这样的条件 来到了朝廷 这三位宰相 就入有所思了 他们那种反抗的激情 镇压叛变的激情 可能一下子 就下去了 史书上记载说是 这个潘美呢 一开始是去找的王福 因为这个王福老子林 王福跟赵匡应关系有好 他再跟另外一个宰相 威仁普通报一下 通知一下 两个人再沟通一下 然后再去跟范之说 那为什么先不跟范之说呢 因为范之这个人啊 原则性特别强 如果范之一口回绝 那这事就难办了 先跟另外两位宰相说了 然后再有王福和威仁普 去跟范之说 范之一看 三个人 二比一 我能怎么办 所以他无所作为 这就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 范之带着这个王福去 见太后这个世界 他们为什么要去见太后呢 其实他们心中应该打定了主意 没有办法抵抗赵匡应的大军 但是呢 自己又不愿意 这三个宰相又不愿意自己承担 不镇牙叛变 是吧 直接跟他们讲和的 议和的 这样一个罪名 我们去找领导啊 最高领导是太后啊 和少帝啊 这个责任就到了太后和少帝这儿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推卸责任的 那么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 从太后那儿回来 这个范之的手紧紧抓住王福的手 这是史书上记载的 说把王福的手上都掐出了红印子 然后说 仓促派军 派领大军这个北征 是我们不深思熟虑的结果啊 范之为什么要狠狠地掐王福呢 我想他是恨 恨铁不成钢啊 你这个东西 是吧 私通赵匡应 搞得我们没有办法镇压赵匡应 他为什么 他们会打定主义 不抵抗呢 我想这三位宰相都是看归生啊 看过很多次政变 赵匡应陈乔兵变 精兵都在他手上 抵抗能成功吗 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大概 0% 最多20% 如果不抵抗 答应他的政变的条款呢 他也挺好啊 从自己的角度 大家还做宰相 待遇不变 是吧 那么肯定就选择不抵抗 抵抗了被杀头 不抵抗 你说他会选择哪里 所以肯定是选择不抵抗 那么如果抵抗 就会是哪一条路呢 那就是大将 韩通的那一条路 大将韩通 一看 这个三位宰相没什么决定 于是上马 就想去攻打 赵匡应的电秦司 其实电秦司早有准备 韩通还没到门口 万箭齐发 他的清兵一下被射死了一半 韩通也只能跟着乐晃为逃 往家里面跑 结果刚跑到家门口 还没有关上门的 叛军已经杀进去了 把他一家都杀了 只剩下一个 还在强保中的小儿子 韩首亮 这就是抵抗的下场 所以这也是宋人批判的说 五代时候道德能丧 谁干皇帝不一样 只要给我关注就行了 这也是他们 在军阀掌权的时代 这帮文人宰相 他们也只能 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赵普把各方面的利益 都照顾到了 才导致兵不血刃 进入京城 叛变呢 或者是政变 顺利进行 他处理好了宰相和北关的事 赵普还要处理一个什么工作呢 这是一个更棘手的工作 就是说要处理死人的问题 我们首先看这个韩通 这个韩通死了 怎么处理 实际上处理韩通的怎么办 赵匡应的态度和赵普的态度不一样 皇帝的态度是什么呢 这个史书上记载 说有一次赵匡应来到开宝寺 一看 这墙上怎么挂着 韩通父子的像啊 命令取下 很不高兴 这说明 韩通虽然死了 但是赵匡应的心中 对这个抵抗者 很长时间没有放下 但是最后 在当时的处理的决定 让大家很意外 当时处理的决定是什么呢 表彰韩通的中义行为 增观中书令 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的职位 给他风光大藏 让他的儿子呢 担任 这个儿子还在墙堡中 担任 东头供奉官 这个是一个拿 这个这个不干活 只拿钱的工作 就相当于 这个韩首亮 韩通的儿子 韩首亮 几岁就开始拿工资了 这个决定出来 很出人意料 大家就在想了 这个决定 不是赵匡应的主义 会不会是这个 这个范职的主义呢 大家想一想 范职敢吗 你要后葬 你要表葬 韩通 你想干什么 借他一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 那么只能是赵普的主义 那么赵普为什么 做这个决定呢 我想他有这么样 几层意思 第一个是宣传 我们在宣传 韩通的时候 不用宣传他的抵抗 我们要宣传他的 忠孝仁义 有忠的思想嘛 好 这是一 宣传方面的需要 第二个呢 统战工作的需要 大家想象一下 当时京城 还有很多后洲的 反抗势力 蠢蠢欲动 诶 赵普的这个举动 效果好啊 大家一看 诶呀 这个大魔头韩通 这个抵抗派的 头头韩通 他都受到了 表彰封官英子 他都没事 我们会有事吗 诶呀 大家都出来吧 诶呀 不用抵抗了 还抵抗干嘛 这个新皇帝 肯定不会跟我们 过不去的 韩通都没事 我们怎么会有事呢 诶 人心安定了 人心安定了 天下就太平了 要的就是安定啊 要安天下 先安人心啊 所以 赵普这一招非常高 实际上 赵普这一招 他也是 实际上是作为一个 政治的一个风向标 就是说 叛乱的工作 到此为止 以后我们大家都不要搞政变了 不要搞叛变了 我们以后都要忠 提倡忠孝仁义 这是第二个呢 人 看看我们的新王朝 我们的部队是王者之师 我们这个新的王朝是 奉行王道的 奉行仁义的王朝 你看看 我们对 对韩通这样的敌人 我们都这么优待 我想 这也是赵普 治国理念的正式的开始 忠孝仁义和仁政 仁治 正式的开始 另外 两位小人物的处理也很有意思 这个史书上说 当时这个处理的决定叫做 关城桥 哎 斩 封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说 当年 赵匡胤的大军 从城桥义回到 开封的时候 总被从城桥门进来 但是这两位小将 姓陆的和姓桥的说 你们不是出征了吗 你们回来干什么 加密的人说 太尉在此 太尉在此也不行 没有正式的公文 没有朝廷的命令 此门绝对不让入 赵匡胤也没办法 只能绕到另外一个城门 丰丘门 丰丘门一看 哎呦 赵元帅回来了 领导请进 要不要喝茶呀 辛苦了 所以这个 当时朝廷啊 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叫做 斩 丰丘 哎 关城桥 大家莫动口呆啊 这个丰丘的这个守门官说 我冤了 我跟你们真的是一伙的 我忠心耿耿的 对待赵元帅啊 对待皇帝 你们怎么把我斩了呢 斩你是因为你 第一 不忠于指手 是吧 第二 不忠于皇帝 随便开门 那么 陈桥 陈桥们的这两位小将 也受我冤了 我真的就是不让你们这些叛军进城的 后来这个赵元帅当了皇帝 他们也不愿意服侍新朝 自闻而死 就是不跟你们合作 但是他被封官 封为什么呢 封为 忠义海尔 实际上是他们也觉得冤 我真的跟你们不是我的 你封我不是 坏我名声吗 所以这个行动非常奇怪 他就取到一种舆论和导向的作用 这就是政治 这不是情感 这是政治 在这里通过韩通和 忠义海尔这两件事情 我们看出赵普啊 作为大政治家的 这样一种 深谋远利 博大胸怀 很远大的这个 政治理想 那么经过这一稿呢 城里面 只是有一点点简单的 一些小的 一些抵抗势力 大部分的都安定了 这时候有一个小插曲 说是赵宽英 微服私房 在大西桥这个地方 突然射了一支冷箭 正中 他的轿门 赵宽英 跳了下来 把这个胸部 衣服的胸部一扯开 说王战舍 有种王战舍 小样 我还怕你 但是从此呢 赵宽英 也不敢 微服私房了 赵宽英 归于赵宽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 反过来说 正因为有了赵宽英 这样的好领导 好伯乐 才使得赵宽 这样的千里马 有了展示的舞台 这时的赵宽 仍然只是一个 二任的文官 离他心中 圆大的政治抱负 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 俗话说 世金子总会发光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天下出定的时候 在国东之外的地方 反抗势力仍然存在 如何铲除这些顽固的旧实力 就连多年带兵的赵宽英 也感到困难重重 那么 赵宽 一个二等文官 到底是如何抓住这个机会 为自己谋得朝廷第一权臣的地位呢 请继续收看 大宋名将赵普 让外安内出其招 这个时候 开封城外 发生了一个大的军事动荡 赵义军节度使李云 这个李云呢 是三朝老臣 后州的开国大将 镇守这个鹿州 就是今天的 山西省长治县 八年 手下也有数万精兵 那资格很老 他一看 宋太祖这个小年轻的 当了皇帝 还让我向你诚服 他不愿意 所以当 这个宋太祖的使者 到了他这的时候 他把后州太祖 郭威的画像挂在中堂上 大哭不已 出军 要为后州报仇 这个李云的判断 由于他这个势力强大 他是用来 本来是用来抵抗北汉的 所以有很多的军力 这个宋太祖啊 很紧张 怎么办呢 御驾清真啊 这个御驾清真 这一战对宋太祖很重要 关系到这个新王朝的 新王成败啊 当然 这一战 对赵普也很重要 为什么说对赵普重要呢 就是赵普 在打这一战之前 赵普呢 跟军事没多大关系 就是个秘书 是个师爷 是吧 但打了这一战以后 他又成了一个著名的 军事战略家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就说 太祖御驾清真的时候 他是这么安排的 这个赵普嘛 是个文人嘛 你就 跟我弟弟赵匡计 一起守开封吧 赵普说不行啊 这一次太重要了 我要跟着皇帝 一起清真 这个宋太祖就嘲笑他了 你一个北领书身 你穿得起铠甲嘛 别说打仗了 你打过仗嘛 这个赵普说 你还不要小瞧我 我还就打打给你看看 但是因为是老哥们的关系嘛 这个宋太祖也带他去了 太祖在出征前 是嘲笑赵普的 那么出征以后 回来以后 是个什么情况呢 回来以后 宋太祖 在楞宫庆赏 这个庆宫宴上 对赵普竖起了大拇指说 亲口说 赵普这一次 是一等功臣 是功劳最大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前后的态度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原来 这个赵普帮他 解决了一个太大的问题 这个宋太祖 这一次出征是很没有把握的 他在临行的时候 跟他弟弟赵光义说 说事情也 争甚则不言 万一不利 则使赵普 封兵守格阳 别做一家忌妒 就是说 这一次出刑 我要打赢了就不说了 万一打输了 你就派赵普 去把守 这个河阳 这是今天的 这个孟州市 荷兰孟州市 把守这个地方 干什么呢 不要让 李云的大军南下 进攻洛阳 还可以呢 别做一家忌妒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哎呀 我们实在搞不定李云 就让他独立吧 我们就妥学一下 让他独立吧 可见 赵匡英的这个布置当中 暗含着就是说 我很可能阵亡了 我这是交代后事 所以非常紧张 但是后来 战事打得特别顺利 那为什么顺利呢 就是听了 赵普的一个建议 赵普 看到 宋太祖这么紧张 就给他分析了 他说 贼义国家兴造 未能出征 若背道坚行 眼期不背 可一战而克 去资质通鉴上面说的 那很明确的史料 说敌人呢 想我们国家刚刚建立 他想不到你 太祖会亲自出征的 如果我们背道坚行 我们每天加快速度 是吧 我们趁他没有准备好 我们一战就把他搞定了 宋太祖说 有这么什么 有这么玄乎吗 你说的 是不是真的 赵普说 你听我 慢慢给你分析 第一 李云的优势是什么 是吧 地盘大 第二个呢 他们在黄土高原上 居高临下 是吧 第三个呢 是兵强马壮 这是他们的优势 但是他们的劣势是什么呢 地盘大兵力分散呢 他本来就不多 再一分散就没什么兵力了 第二 他居高临下 如果我们也上到了高原 他不就没有优势了 第三 如果我们兵贵神速 如果我们迅速地出击 趁他们还没有集结大军的时候 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们一打过去 凭我们的精兵他们哪里精得起打呀 这个宋台族一听 别看你没打过仗 这个封袭的还很有道理啊 命令士兵 加快进攻 背道而行 衣不解甲 马不戏恩 加速 日夜兼程 结果大军到了这个 李云的面前 他是惊慌失措啊 所以泽州一战 在泽州 山西进城 泽州一战 李云的三万大军就被打溃了 这是他的主力啊 李云就退回泽州城 退回这个进城 困守进城 赵匡英 听了赵普的话 就是说 坚决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日夜攻城 最后 李云没办法 只能呢 投火自焚 我们想象这个李云也是 很搞笑 他这个 火鸡火鸟的造反 是吧 然后呢 一打败了 投火自焚 哎呀 这个赵普啊 是一个灭火的高手 是吧 其实 李云也不是说没有机会 也不是说没有人才 比如说他手下有一个叫 女秋 中青的 这个中青就是老二的意思 他就给李云建议 他说 我们现在应该集中兵力 最高零下 占领洛阳 然后联络南方的 李同静 在联合北方的 契丹 和北汉 南北夹击 我们可以成就帝王之夜 但是李云没听 就是你有人才 有高见 你不听 你肯定要灭亡的 这就是他和宋太祖的差距 所以初征回来 赵普得到了很大收获 一个是军事上被认可 第二个呢 他出征以前 他只是一个右建议大夫 一个苏密智学士 只是一个中层的干部 国防部的一个中层的干部 他回来以后 相当于连升几级 身为兵部四郎 苏密副使 就是国防部副部长 他虽然是国防部副部长 是二把手 但是相当于一把手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一把手 叫吴廷座 他是前朝的老臣 他跟赵宽颖不是铁杆 赵宽颖不放心他 军权实际上都是交在 赵普的手上 所以赵普这一仗 收获太大了 但是我们说这一仗 他可以说明 是英雄 总会有用武之地的 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但是也说明 机会是靠自己争取的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机会是留给积极主动人的 不是说你等来的 等靠钥匙不行的 这就是保健分从 磨砺出 是吧 你要主动地去磨它 主动地去迎接挑战 创造机会 不但懂思想政治工作 而且还懂军事谋略 白石同赵普成功地 从一届部一 荣升为文武全才的 国防部长 这足以作为职场 升职教学的成功反例 与此同时 赵匡胤对于赵普的感情 也由信任升级成为了信赖 官职上 赵匡胤已经竭尽所能地 提拔赵普 重用赵普 将军权国事 统统交于他管理 但是真正奠定 君臣蜜月期的标志性事件 却来源于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 完全改变了赵普 与赵匡胤 传统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呢 不久呢 扬州的李崇敬也造反了 扬州的李崇敬造反 那么这一次赵匡胤的反应 是什么样呢 是不是还嘲笑他 说你这个白脸书生 打不了仗 不是了 那这个赵匡胤 对赵普的态度 简直是崇拜 哎呀 他是什么 他在不在怀疑赵普的军事能力了 还是火急火燎的 史书上说叫 问济于赵普 这两次时间相隔的并不长 但是这个态度 太戏剧化了 对比太强烈了 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时候赵普说 李崇敬这个时候 士族离心 计谋不用 外决救援 内发资粮 急功已取 缓功已取 兵法上诉 不如诉取之 赵普说 现在李云造反的时候 你这个李崇敬不造反 失去了外援 手下有好的计谋呢 你也不用 是吧 扬州城里面 也没有多少粮食 我们是快点打他 也可以灭亡他 慢点打他 也可以灭亡他 就看我们怎么想了 但是 后面赵普来了个 但是 前面是分析全局 后面是 我们要采取的策略 就是说 兵法上诉 不如诉取之 一句话还是 兵贵神诉的意思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 一个字眼就是 兵法上诉 特别提出了 兵法两个字 这说明赵普 他是研究兵法的 他不仅仅研究法律 研究计谋 他还研究兵法 可以说是 保读兵书 只是以前没有机会 这次机会一来了 自己就显示出来了 这个就打笑了 以前我们大家觉得 这个赵普是不是个军事家 这样一个疑惑 这一次 赵光颖对赵普的计谋 那就不再怀疑了 那就是说 立刻采用 而且愈驾清真 结果很快 就攻下了扬州 尼崇敬再次 偷火自尽 就是 赵普再一次 让一位李崇敬这样的大将 偷火自尽 当时的形势是 李云和李崇敬的兵力最强 其他的节度史都还蠢蠢欲动 消灭了这两大最强的节度史 其他的节度史都吓得胆战心惊 没有谁再敢发动政变了 于是风风上表 我们非常拥戴赵光颖 非常拥戴太祖 坚决用户 忠心耿耿 都表忠心了 这一次 天下才真正的安定 那么我们大家都会就会问 这个赵普取得了这么大的功劳 扬州之战取得这么大的胜利 上一次赵普是连升三级 这次是不是要再连升三级 让大家失望的是 很奇怪的是 这一次给赵普没有多大奖赏 就是给了他一套房 这个奖赏应该是很小很小 但是这是一套 非常不普通的房 非常特别的房 怎么特别呢 它不是五环的 也不是四环的 也不是三环的 也不是二环的 它是一环之类的 据铁围山丛潭 眷室交代 说假地 棒进宫阙 便夜境 就是说 宋太祖下令给赵普建房子的时候说 你的这个房子 假地 就是假等的房子 很大房子 要靠近我的皇宫 我们俩要做邻居 做邻居干嘛呢 便于日常的见面 你不能住得太远了 你住得太远 搞得我很多问题要跟你交流 结果这些很远的 叫不来你不行 我离不开你了 这件事情 我们说虽然不是多大的奖赏 但是反映了赵普 在赵匡胤心目中的地位 以前赵普跟赵匡胤只是关系好 现在它是一种需要了 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依恋 而且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我这个国家离不开你了 我离开你 我完不转了 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少见的君臣关系 那么我们说 太祖让赵普住得这么近 他到底意欲何为呢 请看下集 杯酒设兵权 谢谢大家